原因你呢 这一名76岁男子原本是大老板 不过呢 他的这个布装被恶性倒闭之后 他居然靠诈骗过日子 前天他到一户民宅诈骗 一名80岁的老妇人得手15000多元 结果被当场的民众试破 详细计划 年线记者陈立如 好 是的 主播观众朋友 那么这个80岁老妇人 说到自己被骗的过程 可以说相当的伤心 非常难过 而且呢 骗他的还是一个 跟他年纪差不多的76岁的老人家 76岁骗80岁老妇人 得手金额大约是15000多元 来听听看这个老妇人怎么说 他可能我们七百十个 他怎么要骗钱啊 那是老了 他开始打一打 他给我们贪这万五块 是很辛苦的 我给你购百平 贴 不好的 您孙子 在旁边看来给你贴 好 没办法 没办法拿去 阿嬷说当时这个骗子 到他家的时候是谎称说 自己是这个乡公所的职员 富人的骗阿嬷说 他的儿子在台北有一笔 这个50万元的保险金到齐了 如果不先缴交保证金 恐怕这个50万元 没有办法全部领回 阿嬷说当时他在家里面 这个东凑西凑 还凑出了所有的零钱 凑到了15000元 要交给这个骗子 还好呢是隔壁邻居看到之后 觉得可能是被骗了 才当场给拦截下来 把这个76岁的骗子给逮捕了 那么警方呢 把这些钱全部交回给阿嬷 阿嬷可以说相当的开心 因为这些钱是他存了好久 才存下来的 而这名76岁的骗子呢 也被警方逮回警局 那么76岁骗80岁的阿嬷 阿嬷说还好这些钱 全部都追回来了 要不然他真的是 会非常非常难过 这是我们在现场 问您掌握了详细情形 把镜头还给朋友 好这很难相信 76岁老翁居然会骗钱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